教育、醫療、衛生和社福 這三個民生的主要範疇 經常開支 總經常開支是接近六成 大約有2,555億元 這個較上年度是增加了大約7% 可以看到這屆特區政府 是致力協助有需要的社群 將香港建設為一個關愛、共用和和諧的社區 在醫療方面我覺得 那7億也好 4億也好 50億也好 這個是差不多一個 及時短暫性的一個舒緩的方式 是真是未必能夠解決長期的人手缺乏的問題 在醫療方面長期的解決人手缺乏的問題 必須要從機管著手 就是培訓更多的醫護人員 還有開放給其他合資格的海外的醫療人員 特別是香港人在外國獨醫 或者集醫的子女回港服務 才能夠長遠地解決醫療的問題 好 處理市民的痛點 究竟指不指到痛呢 師長擺了比較大的資源 就是在醫療 醫療固然是我們市民的痛點 因為每逢大時大節 急症室、專科輪候時間都很長的 師長都是比較多資源擺下去 但是我們認為特別在藥物方面 增加4億元是未足夠 是未足夠照顧到現在 很多的長期病患者 癌症病患者 或者是罕見病患者 對不同藥物和新藥物的訴求 大家不要以為雞肋是一個很負面的形容詞 其實雞肋都是雞 只不過雞肋是沒得淡淡肉 少了些雞肉 我們看一份原案其實也都是很貼切 就是它裏面也都是有一些扶貧措施 有一些寬減措施 有一些對醫療的投入 對房屋的投入、對社福的投入 但是它當然好像不是給市民一種感覺 有一些即時受惠的感覺 這些無論是派堂等等的措施 無論是順境、逆境 幾乎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我們根本是感覺不到 究竟財政司司長的這種理財哲學 究竟是怎樣去對待 或者是怎樣 是想用一套什麽的哲學 去應對現在不確定的環球經濟金融的環境